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布希曼人对大自然有他特别的看法 尤其他们对人跟动物之间 到底要怎么样取得平衡跟相处 那面对了危机四伏的环境 他们人类应该要怎么样来自主 实际上布希曼人的生活智慧 透过了作者 展现出来一种原始而富足的心态 但是告诉我们并不是要真正的 要退去所有的文明 然后进入到荒野去生活 最重要的是让我们能够理解到 原来我们想要的比我们需要的 多得太多太多 那除了这本跟布希曼人有关系的文字之外 我来介绍了这一本 野犬传命 那野犬传命这本书呢 它所书写的是另外一个弱势的族群 也就是澳洲的原住民 那如果大家有机会去认识澳洲的原住民 你会发现他们的洞窟 他们的石头上面的彩绘 非常非常地出色 而且在所有的澳洲的原住民里面 有一种非常奇特的传统 叫做歌的版图 每一个人会在出现的时候 会记得一首歌 那这首歌可以带你走遍整个梦的国度 而在梦的国度里面 你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人 那透过传唱彼此的歌声 我们就可以理解对方从哪里来 要到哪里去 而他这个人又是什么人 对于我们习惯了西方的这种逻辑式的思考之后 其实我们很难理解澳洲原住民 到底用什么观点 用什么样的感官来了解这个世界 而野犬传命里面这本书呢 就有勾勒到这样子的一个故事 希望大家透过这本书来好好的探究跟体会 那最后面有这两本 因为毕竟我们是生活在当代文明社会里面的 所以这两本就是由早安财经所出版的 待在家也不做 跟它的第二本 叫做过得还不错的一年 这里面实际上 这两本书是同一个作者 在第一年跟第二年的提案里面 他们花了时间去了解 如果我们把生活里面 所有一些文明 一些束缚 还有一些我们认为 就别人有我们也想要的东西 慢慢地把它去掉之后 到底我们的生活会呈现什么样的风貌 实际上我们不一定要成为原住民 不一定要抛弃所有的家当 走入荒野 实际上如果试着好好地待在家 那么或者是调整一下心态 大家也许认为 从2020年到2022年 我们就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家里 但是我们有真正地思考过 在家里我们是个什么样的人吗 透过这两本书 相信你对自己 还有待在家的概念 会有不同的体会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你按订阅开启小铃铛 那青春爱读书有更多的书信 可以跟你分享哦 喜欢这支影片吗 现在就按订阅开启小铃铛 分享给你的好朋友 让青春爱读书的好消息告诉大家